歡迎加入1800新聞1點0的新聞直播 大家好 我是王欣宜 歡迎各位觀眾朋友 在這一節持續在留言區 跟我們一起討論你對新聞的想法 我們一起討論新聞話題 今天新聞首先先來看到的是一個 這個畫面真的讓人捏了一把冷汗 是在大阪的環球影城 今天上午驚傳雲霄飛車的意外 以倒掛極速刺激出名的飛天翼龍 結果硬生生的就卡在了40公尺的最高地 而且32名的遊客 我們從畫面上可以看到 大家都是倒掉掛在半空中的 幸好一個小時之內就解除了危機 初步研判 有可能是因為偵測到異物的安全裝置 啟動所造成的 好 另外我們來看到的是這個 大家還記得嗎 上個月的16號 美國總統拜登跟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兩人在美國的舊金山舉行了峰會 而且宣布將要恢復美中的軍事對話 但是現在美國的官員就說了 已經將近快要兩個月過去 北京搬出了各種理由 就是要拖延讓美中的軍事對話 看不到任何的進展 美國總統拜登和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就金山峰會的成果之一 就是恢復因為前眾院議長裴洛西訪台 而中斷的美中軍事溝通管道 不過拜習會結束一個月 美中軍事對話還看不到任何進展 美國官員表示 最大障礙是前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 在10月被免職後 到現在還沒有接替人選 而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朗 即使有中共中央軍委 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利為對口 但到現在還是沒通上話 網路政治報Politico指出 美方官員認為北京搬出各種藉口拖延 導致美中軍事對話沒有進展 美國國防部印太助理部長瑞特納表示 美中正針對軍事高層對話的時間表 以及不同層級的對話先後順序進行討論 最遲在幾個月之內 就會看到美中恢復軍事對話 我們不是在一個好關係的地方 我覺得我們能夠做到 是再聯繫了兩國的 解放軍海空擾臺 對美國籍盟友越來越頻繁的 進行脅迫性危險行為 另外在南海對菲律賓船隻挑釁 都增加了美中在沒有可靠軍事溝通管道下 擦槍走火的風險 來看到美國眾議院在周三的時候 以221票的同意票 以及212票的反對票 表決通過了對總統拜登啟動彈劾調查 因為共和黨就指控 拜登透過他的兒子杭特 在海外的交易獲取不當利益 美國共和黨掌控了眾議院 周三以221票對212票 正式啟動對總統拜登的彈劾調查 拜登的兒子杭特 被指控在2009到2017年 利用拜登擔任副總統時 在海外以不當商業交易 民主黨和白宮口徑一致 回憶是政治操作 杭特則是為父親拜登隔空反擊 杭特拒絕在國會閉門作證 遭共和黨人揚言啟動藐視法庭訴訟 也被前總統川普找到機會嘲諷 而拜登則是投入國務 首度和被哈馬斯綁架的美國人 職家屬會面 但美國和以色列目前沒計劃 讓哈馬斯返回談判桌 以色列絞殺哈馬斯 美國最新情報發現 以色列在加薩投放彈藥 禁辦是飛支彈亞彈 他們精確度低 能重創人口稠密地區的平民 此外 以色列準備水供哈馬斯地道 只是CNN發現 有些地道深達五層樓 甚至可能藏有人質 作用也引發質疑 TPP的新聞 綜合報導 好 我們來關心 以巴撞土目前最新的狀況 我們知道以色列現在加大 對加薩南部的攻擊 而且轟擊力道也加大了 目標就鎖定在加薩南部的城市 甘尤尼斯 還有連通埃及的拉法關口 都是現在以色列的轟炸熱點 而現在除了地面戰之外 以色列軍隊其實也還派了護衛艦 在紅海跟哈馬斯的海軍交戰 而且我們知道以色列 為了要殲滅哈馬斯 其實他們之前就有講過 希望可以引入海水 來灌進哈馬斯的地道裡面 逼出哈馬斯的民兵 所以現在CNN就報導 以色列已經測試 有限度的引入海水 要淹沒加薩的地道 而且美國總統拜登 現在也幫以色列背書 他說目前以色列測試的地點 是沒有人質關押的 雖然說以色列的灌入海水 的確是有可能是摧毀地道 但是也有外界人士分析認為說 這樣子灌入海水 可能反而會讓加薩的淡水工藝 出現問題 以色列士兵先躲在陽台上 隨即出動 和哈馬斯成員短兵相接 爆發激烈強戰 雙方之間的距離只有短短幾公尺 以兵探頭往屋內一看 一名哈馬斯成員已經倒地不起 但下一秒 另一名哈馬斯士兵躲在牆後 朝他丟直手榴彈 這名以色列大兵被爆炸威力瞬間給炸飛 雖然受了傷 他依舊爬起來衝進屋內 當場將哈馬斯民兵擊斃 但同時傳出又有好幾名以色列軍人 戰死沙場 結果如此以色列持續擴大在加薩的地面行動 不只再次包圍北部的哈馬斯重鎮 賈巴利亞難民營 南加薩的甘尤尼斯又遭遇空襲 從聯合國公布的衛星分析圖來看 以哈衝突爆發以來加薩百分之十八的基礎建設 總共三萬七千三百七十九棟建築遭毀損 其中加薩市佔最多超過一點一萬棟 賈巴利亞有超過五千棟 甘尤尼斯接近三千八百棟 南部的拉法地區也有一千四百多棟 以色列聲稱由於哈馬斯高官包括辛瓦都躲在南加薩 因此他們不願意停止對這個地區的空襲 華爾街日報報道以色列已經從地中海抽取海洋 開始將水灌入哈馬斯地道 藉此逼出哈馬斯成員 不過需要數週的時間 對於水淹地道的攻法 美國官員認為不確定是否能奏效 美國總統拜登也祭出嚴正警告 拜登使用斷言這個字眼 顯示他對以色列的信任感開始下降 他更罕見批評說 以色列持續轟炸加薩 導致百姓死傷數不斷攀升 正讓以色列失去全球的支持 他和納坦雅胡之間的關係 開始出現裂縫 拜登在告訴贏者 以色列失去全球支援 而且總統拜登也祖必須改變 方法 拜登說是跟以色列的現在政府 最正確的位置在歷史上 拜登說納坦雅胡必須做出決定 但納坦雅胡卻不願意接受兩國論 兩人開始出現不同立場 加薩平民死亡數已經超過了 超過1.8萬人聯合國大會 週二針對立即停火進行投票 最終以153票同一票壓倒性通過 美國投下反對票 他的盟友加拿大卻投下贊成票 加拿大也和澳洲以及紐西蘭 發表聯合聲明呼籲停火 這也是加拿大總理杜魯道 首次在這場衝突中使用停火這個字眼 雖然這項決議不具有實質約束力 但也彰顯了西方世界 對於是不是繼續挺以色列 到底已經出現嚴重分歧 TBBS新聞綜合報導 好我們前前有講到 北京現在正在遭遇所謂的暴雪襲擊 而且大陸的氣象台 也非常罕見的發布了黃色的冰凍預警 我們今天也邀請到非常久不見的 資深特派記者陳尚如 來到現場幫我們分析 尚如姐好 希依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那這個我們在請教尚如姐之前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一下 目前大陸下雪的狀況 我們來看到 他們現在發布了所謂的冰凍預警 而且是黃色的預警燈號 預警呢 在13號到16號的北京大雪 有可能會變成暴雪 而且受到暴雪影響 當然列車飛機有可能會停止 而且現在學生也挺客 才居家學習就是希望避免外出 而且一些比較偏僻的地方 可能山區還有郊區的景點 都臨時性的豐源 那麼另外我們來看到 這個雪中的紫禁城非常的漂亮 還有北京的故宮 只要遇到下雪這個景色就很美 所以在未來四天的門票 也全部都沙灌 而且甚至故宮拍雪這些字眼 也登上了熱搜 所以看得出來 大家非常喜歡這種雪中浪漫的景象 所以我們想要請教夏龍姐 因為講到下雪 大家都想到他非常的浪漫 因為我記得之前 有看到你之前在 內蒙古採訪 零下20幾度的這個採訪的場合 是不是真的這麼浪漫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說句老實話 就是對於我們南方人而言的話 會覺得下雪很浪漫 因為畢竟你久久才見到他一次 而且他跟你的生活 沒有那麼的息息相關 但說句老實話 當你到了真正下雪的地方 而且是一下下整個冬天 你知道在內蒙的話 有一個地方呼倫貝爾 他的這個冬季是長達9個月 這12個月裡面有9個月 它是屬於冬季 所以它的供暖期 也是長達了9個月 那就一點都不浪漫 我舉例來講好了 像這一次的話 我們就是去以後 你就發現到在生活當中 遇到了種種很不方便的地方 首先的話 就是你一抵達以後 你發現到你要叫車 那你在大陸的話 基本上叫車 快遞 支付都很方便對不對 但重點是 當你進行了網路叫車的時候 發現到你前面還有260個人在等 結果你知道嗎 那一天的時候 我跟所有的人一樣 等了三個小時 哇 對 三個小時 天啊 而且當然是在室內 但是就是要等很久 對 三個小時真的蠻久的 真的是超崩潰的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它會隨時會因為雪 而且不只是因為下雪會封山會封路 同時的話 結冰它也會封路 有一次的時候我們要去採訪 然後你就上了高速公路以後 然後駕駛才發現到 哇 前面封路 重點是你在高速當中 你根本的進退兩難你知道嗎 對 然後你就怎麼辦呢 所以的話你就是有一種很想死的感覺 對 的確還感覺我們想像的很浪漫 但是事實上其實是非常困擾的 而現在北京下雪的狀況如何 我們趕快交給我們TVBS北京特派 林敏鎮 這幾天北京討論度最高的話題之一 就是下大雪了 像我所在的商務區朝陽這一帶 雪今天是從上午7點開始下 都沒有停過的 這次北京雨雪寒潮發威 是從昨天也就是13號就開始 當天官方是同時發布了暴雪寒潮 還有道路結冰三項預警 到了今天14號 官方的訊息也是不斷的發 提醒民眾現在是寒潮成色預警 一天之內可能會降溫14度到16度 多地降雪已經達到了大雪的量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大陸中央氣象台針對這次的寒潮 還罕見的發布冰凍預警 上一次發布冰凍預警 已經是10年前了 預報顯示是包括了陝西 湖北 安徽 河南 還有山東 貴州 湖南等地 部分地區都有可能陸續遭遇 冬雨襲擊 那麼華北地區降雪量 具有一定的極端性 累計的雪量將達近10年來 同期最高 最低的氣溫也將近 或者是會跌破歷史的同期記錄 避免大雪天氣造成災情 那麼北京官方這兩天 也是發布了不少的臨時規定 包括昨天今天中小學 還有幼兒園的學生 都是不要到學校得居家學習 同時是倡導市民錯峰上下班 還有彈性辦公 因為下雪能見度降低 道路又濕滑 官方是建議車輛盡量少上路 因應上下班時間的人潮 還有地鐵還有公車都是加開的 另外北京一些景點 像香山公園 國家森林公園 還有一些是山地的景點 都是發布了閉緣的通告 不過受到遊客歡迎的故宮沒有關閉 這兩天不少人是跑去了故宮拍照 也成了熱門的話題 那麼北京官方數據顯示 應對新一輪的強降雪 總共是準備了 掃雪產兵車輛7440億輛 有超過7萬名工作人員待命 處理降雪造成的情況 同時北京也向社會單位 還有全體市民發出倡議書 號召全民參與義務掃雪產兵 北京這次寒潮天氣 預計在15號開始會逐漸好轉 好的確像觀眾朋友李正中 剛剛看到我們閉珍在北京 這個雪下的蠻大 而且也說他鼻子都凍紅了 真的是辛苦閉珍 像是觀眾朋友Lukas也說 在這種下大雪的天氣 骨折的人可能會比較多 因為真的還蠻容易跌倒的 那我們來看到 這個大陸現在受到海流的影響 但是現在其實還不是最冷的 我們看到新疆的北部 現在已經開始大幅度的降溫 超過20度 現在這個地圖上面呢 顏色越深的地方表示 降溫的幅度是越大了 所以看得出來現在影響的範圍 已經是蠻廣的 而且到底會降得多低呢 預計在17號早上 我們來看到這一張圖 我們先看到這一條深藍色的線 這個是零度線 它大概會壓在這個貴州南部 還有江南北部的地方 而至於現在這個 淺綠色的這一條線是零下十度線 它大概會壓在黃懷北部 到秦嶺的一帶 這也表示說最低溫 有可能會跌破所謂的歷史極值 看起來真的大陸這邊的人 真的是要迎來非常寒冷的冬天 那我們要來請教向如姐 因為像我們很多人 如果有去過雪地的人 大家應該都有印象 就你的手機呢 在雪地裡面很容易就沒有電 就關機了 那上次其實我剛剛也有看到 李正中有說 那這個下雪這麼大 電車就非常危險 因為現在中國大陸非常積極在發展 能源車跟電車 那他們現在在這種 這麼寒冷的天氣 是不是也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是啊 他們很多的車主啊 就開始紛紛抱怨說 哇天啊遇到了低溫 然後呢又是暴雪的情況底下呢 就發現到 這個新能源車好像有一點不太好使 而首先的話呢 原因就是因為 你在那種低溫的情況底下呢 第一你的放電速度會加快 再來第二的話呢 你的除電速度會降低 還有再來你天氣冷嘛 你一定會在車子裡面 你開暖氣 好 那麼暖氣呢 也會增加你的耗能喔 再來一個的話呢 就是很多的新能源車的車主 他們通常的話呢 會錯峰去充電 換言之呢 比如說現在的話呢 是尖峰時刻 那我就不要在尖峰時刻 那你說 那我怎麼知道什麼時候是尖峰時刻 因為他通常會告知 就是說在什麼時間段之內的話呢 在他的電費是多少 一度電是多少 那你就可以選比較低的那一個 好 結果後來的話呢 大陸的話呢 就有特斯拉的車主 他就發現到了 以前那時候呢 他就是離峰時刻去充電 那時候的話呢 一度電呢 是1.29 1.08 結果後來你知道嗎 一個下雪以後呢 他1.08 衝到了1.29 換言之呢 他根本就沒有省到 然後呢 還有網約車的車主呢 他們仔細去算過以後 發現到了 他明明開的是新能源車 但是呢 所有的車費 竟然會比加油的車輛 還要高出了 四五百塊人民幣 就相當於1,700到2,200台幣 哇 那是不是會反而覺得 這種時候好像開油車 好像還比較省錢 而且甚至感覺好像比較 不會面臨所謂的沒有電的風險 對啊 不然的話 這樣子真的是太恐怖了 而且再加上你知道嗎 新能源車的話呢 因為大陸就像你剛心儀 你說的 他們現在的話就大力推新能源車嘛 所以的話呢 在全大陸的話 如果以2023年來講的話呢 汽車的總銷量 3000萬輛左右 新能源車的話呢 大約有940萬輛 那就三分之一都是新能源車 所以有很多的新能源車車主呢 尤其是北方的車主呢 他們在經過這一次的極低溫 然後呢 又是暴雪的話 他們就發現到 嗯 好像 這個充電好像有一點 遇到困難 對的確這感覺好像 電動車新能源車的電池的部分 還有很多這個充電設施等等 其實都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了 那我們也非常謝謝 向如姐今天來到節目現場 幫我們進行分析 謝謝向如 謝謝心儀 謝謝大家 好 我們剛剛講到 現在中國大陸面臨所謂的暴雪侵襲 就像剛剛說到 很多新能源車的車主就在抱怨 電池續航力變差 除電效能變差 而且充電的電費 居然也悄悄的開始漲價 警車以時速30公里 帶領大約3000多台 滯留在高速公路上的大小車輛 緩緩離開 大陸寒潮 暴雪 冰凍大風 似玉景齊發 多地路面結冰 就連車禍也變多了 其實我走的也不算太快 當時可能就沒經驗嘛 因為我是南方的重新的嘛 就沒碰到我這種情況 天寒地動 車輛性能更難操控 尤其低溫會讓電池放電速率加快 除電能力大幅降低 現在網路上不少大陸車主 除了抱怨電池續航力問題 更多人埋怨 公共充電樁電費開始悄悄漲價了 只是去年稍微有點優惠 今天好像優惠少了 略微有點上升的感覺 充電樁公司剛開始低價搶市 隨著營運壓力升高 陸續取消優惠後 讓新能源車車主荷包大縮水 根據粗估 即使專挑優惠時段充電 每個月照樣會比以往 多出折合新台幣 1700到2200的充電費 外加冬天 電池續航力容易衰減 養車壓力越來越大 新能機車在低溫情況下 由於說動力電池性能的影響 那麼蓄勢里程會有所降低 在極寒條件下 駕駛新能機車的時候 大家多關注一下 儀表盤上顯示的這個蓄勢里程 續航里程縮短 電池充電變慢 空調暖風系統耗電量多 也難怪車主們戲稱 這波寒潮暴雪 是新能源車的一次大考 TV別新聞綜合報導 在今年9月的時候 美國總統拜登訪問了越南 雙方簽署了 全面戰隊夥伴關係協議 而為了不讓西方民主國家 趁虛而入 習近平呢 睽違6年也再度的訪問了越南 而對外也宣稱 中越是所謂的命運共同體 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和越南總理范明正 對著鏡頭握手笑開懷 習近平任內第三度的越南行 也是今年最後一趟出訪 短短兩天訪問 兩國一簽就簽了37項合作協議 其中包含中越跨境鐵路的建設資金 引注 我同阮府中總書記進行了長時間的深入交流 一道宣布構建具有戰略意義的中越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認為中越是命運共同體 然而中國不斷在南海擴張領土 讓越南心存忌憚 加上今年9月 美國總統拜登才到越南示好 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習近平睽違6年再訪越南 要確保雙邊的矛盾已解不已結 中國需要拉攏越南抗衡美國 但越南仍在兩大強權之間維持等居關係 外媒美國之音分析 習近平這趟出訪 不代表中國接受越南的南海主權主張 畢竟中國是越南第一大貿易夥伴 兼第二大進口市場 只要不挑戰中國的南海利益 越南就不會面臨貿易暴富 越南是今年全球唯一 先後有美國中國領導人訪問的國家 凸顯地緣政治重要性成為最大贏家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香港一床媒創辦人黎智英呢 被控勾結外國勢力 因為違反國安法 遭到香港政府關押 三年之後呢 將在下週一也就是18號的時候進行審判 而現在黎智英的兒子黎崇恩也四處的奔走 呼籲國際呢對中方來施壓 近日他也獲得了英國外交大臣卡麥隆的禁見 那麼官方現在也釋出了雙方會面的照片 這也讓大陸的外交部氣得跳腳 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 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一案 18號將開庭審理 黎智英28歲的兒子黎崇恩 12號獲得英國新任外交大臣卡麥隆接見 希望國際施壓 爭取父親獲釋的機會 英國外交部在社群平臺發布兩人會面照片 明確表示反對國安法 將繼續支持具有英國公民身份的黎智英 但此話一出徹底惹毛中國大陸 黎智英是反中亂港的首惡分子 香港特區依法追究其責任無可指摘 英國自詢法治國家卻公然干預已經進入司法程序的案件 不怕中國威嚇 黎崇恩積極創造聲量 並接受美聯社專訪 黎崇恩認為日前華裔澳洲記者陳磊能成功獲釋 就是因為澳洲政府頻頻向中方施壓的緣故 因此他呼籲英國政府應該應起來 已經76歲的黎智英 因為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罪名 入獄關押超過三年 由於定罪率幾乎百分之百 罪名一旦成立 黎智英恐怕將面臨終身監禁 黎崇恩擔心香港政府缺乏公正審判機制 黎智英或是希望渺茫 不過與黎崇恩會面後 英國政府並未公開呼籲大陸 無條件釋放黎智英 後續政治動作和效應有待觀察 DVB的新聞綜合報導 在彰化的園林有公園發生了隨機砍人案 有三名的女遊客在公園裡面散步 沒想到卻遭到陌生的張姓男子持刀追砍 而其中兩人受傷送醫 但是沒有生命危險 警方目前是依殺人罪嫌 將嫌犯移送罰辦 但是因為其實雙方並不認識 所以持刀追砍的動機 還有在釐清 三名女子肩並肩 悠閒走在公園內散步聊天 沒想到後方原本坐在椅子上的男子 朝他們的後背衝過來持刀揮砍 三個人嚇得到處躲避 其中一人跌在地上 也不敢大意 馬上站起來閃避攻擊 彰化園林市這處公園 下午發生隨機砍人案 35歲的張姓男子持家中菜刀 埋伏在一邊 隨機朝遊客砍 造成兩名女子受傷 警方到場嫌犯也有傷事 自行倒在地上 馬上將這三人送移治療 遭到攻擊的女遊客 分別55跟54歲 身體多處撕裂傷 其中一人手指韌帶 當場斷裂 所幸經過治療 沒有生命危險 目擊民眾表示當時有聽到呼救聲 沒想到嫌犯自己也受傷倒在地上 事發現場草地上多處血跡 警方拉起封鎖線採證調查 根據了解嫌犯從家中帶來菜刀 坐在公園十幾分鐘 不明原因突然情緒失控 做隨機砍人 三位遊客是由他小 他弟來本地遊 那這個部分張顯是 跟這幾位遊客是不相似的 警方目前將嫌犯一殺人罪移送 不過三名女遊客從外地到彰化來玩 遇上隨機砍人受傷 飽受驚嚇 TVBA新聞陳志忠彰化採訪報導 好 我們持續來追蹤這起隨機砍人的案件 這名35歲的張姓男子呢 他原本是要去醫院拿藥 但是不曉得為何突然攻擊遊客 而他原本遇藏的菜刀 其實是他從家裡面帶出來的 知情人士就說 這名張姓男子平常和爸爸媽媽住在一起 但是平時也沒有工作 在家裡面遊手好閒 也不喜歡跟鄰居交談 拿菜刀砍了兩名遊客 張姓嫌犯自己脖子也有多處刀傷 救護人員緊急包紮 將他送到醫院 不過他對砍傷者似乎無感 張姓嫌犯被綁好束縛 躺在單架上準備要轉送到傷機 砍殺事件後 他相對冷靜沒有掙扎 為什麼要砍男 怎麼問都不回話 警方追查 犯案用的胸刀是一把菜刀 是張姓嫌犯從家裡帶出門的 根據警方了解 他14號早上先到彰化原種醫院 掛號看了兩個科別 但講話含糊不清 成功拿到要離開醫院後 又獨自跑到八百公尺遠的新賢書院 坐在公園椅子上 突然就隨機砍診 正是張姓嫌犯的人說 他平常就有手好閒 他比較平大啦 就說不然要做 不然要賺錢啊 都說不然要在家裡坐 在外面我都坐在外面 張姓嫌犯沒有固定工作 鄰居偶爾聽到他家有大叫聲 孤僻的個性是鄰居對他的印象 張姓嫌犯其實兩年前也曾經大鬧過醫院的急診室 對值班的護理師脫水並丟飽特瓶 妨害護理人員的醫療行為 警方補充張姓嫌犯就醫時面對園警問話一句話 也不說 將請嫌犯家屬協助釐清可能的犯案動機 聽不見徐立凡 陳志忠 魯惟昕 彰化報導 好 大家有訂過客製化的蛋糕嗎 有民眾花了將近三千元 在網路上訂了客製化的蛋糕 但是收到成品之後非常的傻眼 他說不只是這個成品跟他原本訂製的要的 不太一樣 甚至裝飾用的小夜燈上面呢 業者也沒有放保護措施 導致這個夜燈的電池的電液 沾到了奶油電液也露出來 對此 業者表示已經深刻檢討 蛋糕體塗上漸層粉紅色奶油 最上方還有一隻可愛的小玩偶 原本預期的是這夢幻蛋糕 但卻收到 紫色蛋糕體不只字體外圍的奶油愛心斷帶 有點歪斜 更讓消費者難以接受的是 上方的睡美人小夜燈電池液露了出來 氣了上網PO文 為了慶祝小孩的生日 花了將近三千元訂製這款蛋糕 不只款式跟原本訂購的不同 裝飾的小夜燈也沒有做任何的防護措施 蛋糕及奶油完全跑進公仔裡 導致電池也發率生鏽 遇到可能會覺得很訝異 對啊 因為畢竟你也是花錢請人家做 對此業者表示除了內部深刻檢討跟業主誠心盜竊 也已經全額退款和客人協調 電池液的話它也會有對我們皮膚會有刺激性 適到這些微量的一些重金質 而其實這樣的客製化蛋糕越來越多元 消費者的各種奇特要求都有可能出現 像是放鈔票 遊戲車 仙女棒等等 一般店家可能會用保鮮膜 就是把它做一個隔絕 仙女棒我有看過 然後或是最近可能很流行那種蜘蛛人 然後點火 然後它會試射出去那個 我還沒有做過 但是我自己也是會滿好奇 就是仙女棒它會不會有一些 跟蛋糕接觸上的問題 畢竟這是要入口的食物 在追求奇特造型的同時 食安問題還是首要重視的條件 TVVH 林亞南 中央宣桃園 台北採訪報導 天氣變冷 病毒肆虐 除了流感之外 新冠病毒現在也還是在持續的傳播 根據機關署的統計 上週新增了34例的死亡個案 也是創下5週以來的新高 有醫生就說最近觀察到新冠的重症人數 比流感的還要多 所以民眾也要多注意防範 年末到了很多人出來逛街聚會 人潮聚集要注意病毒的傳播了 最近這個新冠在國外 有JN.1新的變異株 在歐美至少12個國家有發現 而且傳播力非常的強 可能會引起新一波的感染症 JN.1今年8月首度在盧森堡被發現 美國CDC就表示這是目前美國感染成長速度 最快的變異株 英國政府也統計每週感染增長率 預計來到84.2% 恐怕具有更高的傳染性以及免疫逃脫力 呼吸道疾病臺灣也不能掉以輕心 根據機關書的統計 新冠病毒上週新增34例死亡 比前一週新增31例略為增加 也是五週以來的新高數字 另外台北榮總醫師楊光耀則說 新冠重症病患從來沒有少過 以機關書的資料來看 今年重重症跟併發症 五到七月通報數較多 後面雖然下降 但卻不是完全沒有 通報確診數也呈現一樣的趨勢 以五到七月最高 進行每週在一到三百人左右 但醫師在第一線觀察到 近期新冠重症的確比流感還多 不能夠放鬆 就是說如果你疫苗超過六個月沒打了 那在冬季可能會流行的時候 還是應該去打一下這個疫苗 中重症死亡個案裡頭 都是以沒打XBB疫苗的長者為主 比例高達百分之九十九 新冠XBB疫苗接種率似乎還可以更高 羅育鈞強調六十五歲以上長者 是這一波新冠容易清洗的對象 要趕快接種疫苗取得足夠保護力 而且疫情處在上下波動期 加上最近還有A流 推估過年將轉換成B流威脅 真的不能輕呼 TV的新聞理事由黃凱靜台北暢報道 的確我剛剛問大家有沒有打疫苗 很多人都說還沒有打也不打算去打 很多人說因為太懶了 覺得現在人多的地方戴口罩就可以了 還是提醒大家免疫力比較不好 或是老人家的話還是打疫苗比較安全 另外我們來看到這個吃飯時間 連鎖Bista業者開的炸雞專賣店 近期推出了炸雞頭買一送一的優惠 但是臨時說活動要提前結束 業者坦言的確是因為銷售的太好了 所以備貨量不足優惠只好延期再辦 而其他炸雞業者也有講的確最近的銷量增加了三成 但是肌肉攤商就說現在肌肉價一直飆升 一斤大約貴了20元左右 原本從12月1號到明年1月3號推出了8塊炸雞頭買一送一的優惠 但突然臨時宣布從12月20號活動就要暫停 連鎖披薩店開的炸雞專賣店門口還張貼著優惠海報 不過買一送一銷售狀況比預期多1.5倍到2倍 業者說反應太熱烈備貨不及只能暫停 也說將在明年1月13活動再回歸 這是原味機款 另外一家本土炸雞品牌12月初也有炸雞優惠 雖然倉庫備貨量足夠 不過有約10家分店叫貨太少 一度也供不應求 趕緊回到倉庫拿肉 肌肉價格今年至少就漲兩成 可能在今年底有更多的聚餐活動 那其實炸雞也是開始 可能是餐桌上的一個很好的一個選擇 所以我們也有發現在今年的炸雞的銷量上面也是成長很多 大概兩到三成 如果真的再去漲下去也真的受不了 也是要漲 市場攤商說土雞肉價格去年大概七十元一斤 現在至少都要八十元直逼過年賣價 攤商自己熬製的低雞精目前十包一千七 如果雞肉繼續漲 可能要調整一百到兩百元 肌肉有漲大概一二十塊吧 今天那個雞腿好像是一斤一百一百三左右 現在都要一百五 覺得壓力也有一點大 價格變貴主婦很有感就怕年底降不下來 農曆過年又漲一波荷包又要失血 提別新聞 謝文翔曉得人台北採訪報導 大家看到在高雄壽山鬥物園下方的大灣道 經常有人汽機車會在這裡競速 警方為了取締之外 同時其實還會把部分的車主給喊送 但是最近有一名中信騎士 他不但超速壓車 而且還在短時間內多次的來回 認定被認為是危險駕駛 經過檢方的審理 將他依公共危險罪起訴 一個高速轉彎 看起來帥氣 但事後卻被認定危險駕駛 還遭到起訴 駕駛大型重型機車來回該路段三次 且被告行駛同時 仍有其他用路人車行駛於該路段 看任其行為足以為害其自身 及其他用路人之生命身體安全 原來這名中信男子 七月初的下午四點多 騎著紅牌重機到高雄壽山動物園 下方的萬壽路競速遭到檢舉 警方將影片含送檢方偵辦 結果發現彎道處43公尺 他只花了兩秒 換算成時速超過77公里 明顯超速 被洗漱民眾從地板40的位置 一直到我們正下方鐵門的位置 總共只花了兩秒 而實際以限速40 到底要花多少時間 我們實際測試看看 我們已規定的時速40公里 行駛同樣路段 至少就得花3秒半以上 另外檢方也發現 一般人過彎時 車身跟路面約80度 但中信騎士根據畫面 已經跟地面低於45度 一不小心就可能失控摔車 也容易波及其他用路人 其實高雄市警方今年度就在該路段 取締了487件交通違規 還舉發其中的32件違規駕駛 如今檢方將人起訴 也提醒其他違規車輛 不要心存僥倖 除了吃上罰單 恐怕還得背負刑事責任 TVBS新聞 中訊何信 高雄報導 好 剛剛很多觀眾朋友 討論到電動車 現在美國交通安全監管當局 他們經過多年的調查發現 電動車大廠 特斯拉的自動車駕駛系統 疑似可能有安全的疑慮 缺乏避年駕駛勿用的完善機制 所以他們現在 預估已經大約造成了 1000多起的事故 所以要求特斯拉 招回全美大約有203萬輛的車子 而這個消息也讓 特斯拉的股價大錯了3.7% 電動車大廠特斯拉又傳出負面消息 不過這次主角不是創辦人馬斯克 而是特斯拉宣布將招休全美超過203萬輛車 原來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經過好幾年的調查發現 特斯拉的自駕系統疑似出現安全疑慮 缺乏避免駕駛勿用的完善機制 他們要求特斯拉召回203萬1220輛車 其中涵蓋2012年到2023年之間生產的 Model S、Model X、Model 3和Model Y 但對於自駕系統隱憂美國公眾反應良極 特斯拉表示從12號開始讓車主線上更新軟體 但在宣布召回領的當下 特斯拉週三股價一度急措3.7% 跌到228.2美元 但尾盤倒是0.96%來到239.29美元 回升主要的原因是美國聯準會放割 聯準會宣布利率再次按並不動 更重要的是還暗示明年會降息 三次轉割的立場讓美股受激勵 四大指數7漲 道瓊指數收盤大漲512點 突破37000點大關創下歷史新高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好 政治消息我們來關心的是 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到金門開獎 他主張要蓋金夏大橋 還要成立醫療專區 還可以幫金門增加收入 而且還可以提升年輕人的在地就業 他也反嗆 藍綠沒有人敢提出這一項政見 而且藍綠根本就不理金門 兩黨的候選人誰敢說要蓋金夏大橋 沒有 不敢啦 我跟你講 就算在台灣本島挨罵也不怕 蓋金夏大橋成為民眾黨總統候選人 柯文哲在金門的主打政見 金門人最頭痛的問題 醫療 你想想看喔 如果有一條金夏大橋 我們弄一個醫療專區 那個 廈門長根醫院直接來這裡做 只要一座橋 金門人看病從此不再苦惱 而且還能一魚三吃 還有什麼好處你知道 金門人可以賺錢 因為他來看病要收錢 為什麼那條橋有用 你沒有產業就沒有年輕人 沒有年輕人當然少子化 我們可以讓金門人全世界都很關鍵 柯文哲極力拉票 趁要發展金門跟對岸溝通 藍綠都在他之下 金門要發展喔 因為我看起來唯一的機會是 選柯文哲當總統 國民黨來講喔 什麼事都不要做 你也不會投給民進黨 還是投給我啊 對民進黨來講 不管做什麼事 你也不會投給我啊 柯友宜嘛 坦白講 我是不曉得他跟大陸有沒有 有沒有交手過的經驗 他只有槍戰的經驗 兩岸和平是主軸 但柯文哲競選期間的安全 則由身旁這一群隨護守護 手拿4.5公斤重的防彈公事包 為安滴水不漏 只是一抵達金門 卻被民眾拍到這一幕 彎下腰來撿起掉落在地的防彈公事包 背笑很落慘 特勤中心回應 人員確實不慎造成已經檢討 也會更精進 謝謝謝謝 金門身處兩岸最前線 柯文哲要搶選票 也得在當地需求中 找到最佳的選舉戰略位置 TVBS新聞李國正麗皮 台北金門採訪報導 距離2024總統大選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預計正副總統的辯論 時間會落在12月30號跟1月1號 而其中副總統的辯論 非常多網友也非常的關注 我覺得這一次應該會很熱鬧 我們來看到民眾黨副總統候選人 吳欣穎呢 因為他從小在國外長大 所以說話大家常常聽到他受訪 幾乎都是中英文夾雜居多 而民進黨出戰的副手蕭美琴呢 偶爾也會有脫口英文的情況 那麼至於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 趙少康就被問到說 有沒有可能用英文來辯論呢 趙少康則是回應說 選總統是比對國家的忠誠度 不是比英文 健康同居 健康同居 代表民眾黨出席健康醫療論壇 搭檔是醫師的副總統候選人 吳欣穎大談對台灣醫療的想法 想把國人十大死因的癌症 從源頭預防 只是吳欣穎美美表達想法 多少都會有一點英文輔助 這樣的狀況 偶爾也出現在曾經駐美的他身上 我們在美國會形容就是 The Hill and the Valley 不自覺脫口英文夾雜在中文裡 前一天就有學生問劉美的趙少康 會不會副總統辯論 乾脆用英文 怎麼會想到用英文辯論 我覺得很好笑 他們兩個等於是半個美國人 所以當然英文一定好 你要當總統副總統 對國家的忠誠度還是最重要 不是比英文 希望不要用中英台 可能就是用中文跟大家 把我一些理念之後 在辯論的時候跟大家分享 我們大家都很用心 都說會用中文認真準備 儘管轉換語言可能是考驗 但辯論台上 當然要拿出看家本領 有人善於辯論 有人強在外交金融 三個人辯論場上交手 就看誰能拿下選明星中最佳副手 TVB的新聞的 李宣偉佳琦 台北彩虹報導 而現在歲末年中 年末也有很多人有聚餐 業者也把握上機 不過詐騙集團呢 也看準了這一波行銷 這個更換了詐騙的手法 花蓮有一名熱炒店的老闆 他日前接到電話 有一個人呢 自稱是某一個國中的林老師 他訂了兩桌四圈圓的桌菜 要在12號的傍晚來用餐 結果到了當天 這個林老師呢 他又不斷的打電話 請老闆幫忙帶訂佛跳牆禮盒 而且還要先帶點17萬元 幸好這一名熱炒店的老闆 早就發現市場騙局 接到訂單 老闆一大清早就買好食材 但準備到一半 對方又打過來 越講越不對勁 他會他請我訂那個佛跳牆禮盒 然後要我在今天 今天他們用餐之前就要拿到 不只用餐 還要請店家幫忙帶訂禮盒 老闆想要請對方先付訂金 但對方卻不斷推脫 我剛才跟那個會計聯絡 他說兩點鐘才有空 最後甚至直接起的掛電話 讓老闆真的好傻眼 花蓮吉安一間熱炒店的菜姓老闆 日前接到電話 一位自稱花蓮某間國中的林老師 預定12號傍晚五點半 要準備兩桌四千人的桌菜 會有校長及學校長官來用餐 12號一大早老闆就到市場 買了四千人左右的食材備料 但過程中這名林老師打電話過來 表示校長突然指定 要買35盒佛跳牆禮盒 還傳業者資訊請老闆帶訂 但這個業者竟然在台中 就怕禮盒送過來會來不及 老闆確認好金額 總共十七萬五千元 要向林老師收款時 他卻不斷推脫 講到後來直接惱羞成怒 掛掉電話 不過老闆其實早就知道這市場騙局 老闆打電話到學校確認 根本就沒這回事 而台中的佛跳牆業者 只有一碗六十元的賣法 根本沒有做成禮盒售出 雖然四千人的食材已經花了 但好險沒有被騙更多 年節快要到來 送禮聚餐的機會更多 就連詐騙集團也隨著不同 推銷的時候還附上紙條 說自己是聾雅人士想要籌旅費 這國旗一支賣一百元 要顧客或者是店家來掏錢 有店家就反映 這個月已經見到了兩次 而且是不同的人 懷疑他們是詐騙集團 外景女子走進店內 要客人拿國旗 女子又走到櫃台和店家社交 這時店員把客人手上國旗還給她 原來這位女子要販售國旗 拿小卡片寫 我是龍人來台灣自助旅行 希望你們贊助我的旅費 讓店員起了疑心 不知道要怎麼回答他們 因為不知道不確定 他們是不是真的那個龍人 你在是不是詐騙 因為一個國旗要一百塊 超貴的 原來這不是個案 一樣在新北市盧州區 另一家店的監視器 這週也拍到同樣一位女子 拿著國旗到店內販售 在盧州區的這家牛排館 當時也遇到這位外籍人士 販售這一支國旗 要價一支一百塊錢 店家拿到的國旗 還插在壽印台前的職務上 還有另外一家粥品店 也遇到另外一位外籍男子 販售一模一樣的國旗和旗子 店家抱怨光這個月 已經遇到兩次 他跟筆說他聽不到 但是我就不相信啊 然後後來我又說沒有沒有 沒有錢 然後他後來好像不太高興 又把他旗子收回去 附近的機車行 店門口也插著一樣的旗子 老闆說大約五年前就已經遇到 地方社團分享店家遭遇 也有網友分別在北市中山區 信義路 西門町甚至內湖 新北三重都有遇到 懷疑他們是集體行動 盧州分局也回應 目前沒有相關報案 從影像看不出是否違法 律師表示 外籍人士如果沒有工作證 非法打工就會犯法 那你如果被抓到的話 基本上就是可能 3萬元以上 15萬元以下的罰款 然後會強制出國 律師說 如果不是英雅人士 喬裝來販售物品刑起 讓民眾誤信 可能構成詐欺罪嫌 最高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特別新聞 新聞想掃揚人 新北採訪不動 我們來看到台南 傳出了掳人事件 有一名18歲的男子欠債之後 遭到不明人士 從高雄押上車給掳走 帶到台南的空屋 毒打一頓 被害人的爸爸報警之後 警方也展開搜索 但是這真的是神劇情展開 警方在半路 遇到了共犯共犯良心發現 因為他怕被害人被打死 所以小客車不斷的 向警車閃大燈 幫警方帶路 警察來了 先發門鳥獸善 分辟躲進偏僻的草叢裡 這時候良心發現了駕駛 開著小客車 為後方的警車開路 衝過來抓人 警方先是在草叢裡 逮到三名嫌犯 隨後 終於在空屋前的空地上 找到了兩名被害人 他們的眼睛 手腳 都被黑色塑膠袋纏住 甚至被鋁棒痛打背負 痛得縮在地上 嚇壞了 到底是實際情況是怎樣 我們還在瞭解 警方將他們救出後 緊急送醫治療 原來18歲的黃姓男子 無業欠價40萬債務 4號晚上 跟19歲的謝姓友人 在高雄市新興區的飯店 被四男一女帶上車爐走 再到台南新化的空屋毆打 還向黃姓男子的父親 要求匯款80萬俗人 父親報了案 警方在5號凌晨 順利救出兩人 對向車輛向警車閃爍大燈 示意求救 原警了解後 由該車駕駛人帶同警方 前往暗化地點查看 那急於暗化地點旁的草叢內 發現躲藏之書信 肯三名嫌犯 駕駛同為共犯 見到被害人 被囚棒打昏 擔心鬧出人命 緊急開車出去 恰好中線警車閃燈求援 並帶著警方抓人 而警方陸續逮貨六男兩女 總共八名嫌犯 依妨礙自由 重傷害 組織犯罪等罪嫌送犯 其中一人遭羈押 其餘7人也遭勒令3到5萬元交保 TVBS新聞顧手艙台南報導 大白環球影城傳出雲霄車的意外 我們看到的這個是以倒掛 急速刺激出名的飛天翼龍 這個乘客就這樣在上畫面上 要吊掛在40公尺的高空上 一共有32名乘客受困 一啟動就尖叫聲不斷 遊客搭乘座椅水平地面 準備就緒等待出發 光正常運行就嚇得花容失色 大阪環球影城的這款雲霄飛車 飛天翼龍 當地周四近十一點居然卡在空中 從超高速突然靜止不動 硬生生停在遊樂設施最高點 40公尺的地方 32人直接投下腳上倒掛45分鐘 生死交官的極致恐怖超越尖叫聲 鎖性在引導下民眾以逃生梯脫困 隨後也緊急排除錯誤 重新恢復營運 原方初步研判疑似是偵測 義務的安全裝置啟動 引發驚魂插曲 而陣縫年末入園遊客也特別多 尤其超級任天堂世界園區的 瑪莉歐從開幕至今超受 大小朋友的歡迎 現在傳出明年春天打造新園區 冬奇港國度 預計這次擴張 任天堂世界將變大1.7倍 但主打驚險刺激的遊樂設施 不免擔憂是否會受到 這次小意外影響 TVB的新聞怎麼到 好 買房真的好難 我們來看到聯真中心公佈 今年第三季平均購置的 房價總產是1340萬元 平均房貸金額達到了 964萬元 非常高 政府幾年來祭出 一波又一波的打房政策 真的有奏效嗎 這個是我們一般的 就是小坪樹的兩房格局 那其實它客廳進來的話 就是有一個濾景 然後的採光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再來樓上這邊呢 是我們一個廚房的空間 然後有一個小小的起居室 衛浴設備的地方 然後還有我們網上這邊 是一個主落室的空間這樣子 坪樹不大 但小而巧 位在台北市內湖 這間五臟俱全的 樓中樓小房 開價1380萬元 算一算一瓶大約68萬 儘管屋林都已經快要30年了 但是房屋價值 居高不下 早期的話 一般貸款年限大概都是20年 只是現在的人的話 都會以能夠貸款 最長的時間的話 就會貸款到30年 甚至有的還會到40年 是因為對他們來說 這樣子每個月在負擔房貸的壓力 會相對會比較少一些些 所以他們是基本上 只要一支貸款來講 他們能夠貸的年限越長 貸滿貸好的 貸好貸滿 不是沒有原因 看開聯真中心最新資料 2023年第三季購物貸款樣本數 為4.7萬件 這個數字是近6季的新高 也反映出市場買氣回龍 不過進一步細看 平均購物房貸金額是已經來到了964萬 相較於10年前的數字是增加了257萬 而平均銀行建估房價是來到了1340萬元 也比10年前增加了將近300萬 付出的錢雙雙創下新高 但是平均建物面積卻還比10年前少了兩平多 在早年差不多890年代的時候 在當時由於本身房價水位還沒有這麼高 那個時候加上房貸利率也很高的關係 那個時候可能房貸利率有到所謂的5到8% 甚至更早年還有那種10幾%的時代 所以那個時候大家這個時候買購物主 他們通常就覺得說那我不要繳太長 所以那個時候在貸款的主力的年限 大概是15到20年左右 但是現在一方面是因為房價的水位 已經跟過往來說是大幅的提高 再加上現在跟以前比起來 現在平均利率雖然說有破2 但是跟以前這種89%比起來 還是相對的低利 全台購物房價還有房貸金額不停刷新紀錄 即使央行經歷了5次升息 房貸利率也重回了2%的世代 房價並沒有因為資金成本增加 而出現疲軟趨勢 當高房價壓力並沒有消退 想要買房的民眾 也只能利用拉長年期房貸 進一步減輕自身重擔 房貸期出拉長最大的缺點就是總利息的負擔成本 會大幅度的增加 如果以貸易千萬來看 這個40年會比30年期房貸利息 總利息會增加100出頭萬左右 雖然說利息成本增加很多 可是不代表說貸40年就一定要還到40年 只要房貸主存購錢或者是房子轉售掉 就可以立刻跟銀行做提早清場的一個動作 不過這個房貸期出拉長有帶來蠻多的優點 最大的優點就是每個月的還款負擔可以大幅度的下降 那房貸主可以確保既有的生活品質不變之外 也可以確保房貸不會違約 就可以保住自己的房子 房貸主存夠了一筆資金 也不用急著清廠房貸 你可以拿它去做美元定存 或者購買美元公債來做套利 來讓自己的資產快速的增加 儘管中央政府已經祭出各式打房措施 但是隨著通膨缺工等大環境的推進 買房需求熱度依舊 買房壓力也持續升高 曰月新聞中的榮成文月台北 採訪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